自照车平台GoJack将从这个月的31号开始向乘客收取临时司机费用 以协助司机应对燃油价格和营运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 同时也将上调启程车资 GoJack宣布推出临时司机费用 所有在10公里以下的路程将征收额外5毛钱的费用 10公里以上则需要多付8毛 GoCar,GoCar Premium和GoCarXL等服务 都会收取这项临时费用 只有以继承表收费的GoTaxi例外 这项安排将持续两个月至少直到5月31号 公司也表明不会对这个额外收费抽拥 费用全额由司机收取 另外GoJack也将从这个月底开始调高启程车资 GoCar启程车资将上调5毛 GoCar Premium和GoCarXL则上调8毛 GoCar MaxL则上调5毛